女人怀孕后,孕妈的整个心都放到了孩子的身上,整天都关心着腹中胎儿到底发育的好不好,是否健康,能否平安出生。 尤其是第一次怀孕的女人,每天都会想起想吧,一旦身体出现了不是问题,就担心是不是胎儿发育出现了问题。 所以孕妈想知道胎儿发育的好不好,其实这三个身体信号已经暗示你了,胎儿发育的好不好,其实早就暗示准妈妈了,这三个信号你都有吗? 一,强有力的胎动,二,孕妈胃口好,一般孕妇在孕早期时,由于身体无法适应体内激素的变化,就可能会出现早孕反应,导致孕妇没胃口,吃不下东西, 还会孕吐,其实这些早孕反应,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 等到到了孕中期和孕奶期,妈妈的胃口就会变好,吃什么都会感觉香,而且发现自己的食量越来越大。 其实这也是腹中胎儿健康发育的信号,但是孕妈为了身体健康,也应该适当地控制饮食量。 不要抱也抱食,否则很可能会造成自己长胖,也可能会造成胎儿过大,不利于顺产。 三,尿瓶,女人在怀孕的早期可能会出现,尿瓶尿急的症状,有些妈妈会觉得非常的烦人。 其实在孕期出现尿瓶症状,恰恰说明腹中胎儿发育的很健康,正是因为胎儿在母体中渐渐长大,就会压迫到孕妈的膀胱,进而导致膀胱的处尿量降低,就会导致妈妈出现尿瓶尿急,甚至出现尿失禁的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